万众瞩目的古装剧《云中哥火热》播出 前期的宣传 卑鄙的小银瓶首秀 杜淳 陈晓 陆毅的颜值 又虐又杀的剧情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都应该是一部全民跟风的剧集 可是播出两集后 云中哥就携带着他暴登的收视 登上了微博热搜 究其原因 还得追溯到上周播出的花钱古大结局 湖南卫视对簇吻镜头的删减 结局草率的剪辑 点燃了观众的不满 古粉们甚至放话将抵制街档的电视剧《云中哥》 纵然古粉们对《云中哥》的抵制 是收视暴跌的导火索 更重要的是电视剧剧情本身 在刚刚播出的两集内容中 剧情改编幅度大不说 台词方面 部分沙漠特效完全不忍直视 首集全无女主卑鄙的身影 第二集开篇十多分钟的复播 也是其收视率下滑的主因 YES娱乐新闻中心上海报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